酷炫今天招前團員指控不僅偷拍海外劉慈敏影片 對此拍在11日拍影片 道歉並回應該事件 影片一出通未翻顧男孩的鈴彈 有轉發影片 並在一句線弄上寫下 自己有時候很佩服酷炫的人耐度跟聰明 因為如果是自己被媒體大眾誤會 一定是會先衝出來 將對方多惡劣毀謗 最後對方不管是舒適淫 都成功獲得流量 跟直呼冷靜判斷以及原耐度才是最重要的 並表示自導自演的人真可怕 而酷炫也轉發鈴彈的線動 說到好好做自己的事 但總是會被攻擊 當網紅就是這麼可悲 最後更直呼 要當絕世網紅可沒這麼容易 因為可能會先過世 希望能夠封面 請問四十多元 關於四十多元 無本事 請問五十四元